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抓到微博境界,买Betix框架 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今天开始讲核心配置文件里的TypeHandle 这个配置的有点抽象 我们通过理解下面三件事情来掌握这个配置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属性它是干嘛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怎么使用它 第三个就是在什么应用场景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它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东西它是什么 记得我们前面在讲这个MyBetix的工作流程 项目剖析的时候 我们讲过MyBetix底层 其实是通过JDBC来做的 那JDBC进行一个查询 它的步骤是怎样 第一步是要封装一个PrayStatement 或者Statement 然后呢执行查询 最后呢 返回ResultSet 那MyBetix做了OM映射 它这个其中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前面通过圆码 已经看到它SetParamet的过程 SetParamet就是封装那个PrayStatement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当查询结束完成之后 把这个ResultSet 怎么转回这个我们的JDBC对象 在我们前面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是Student这个对象 那这部分圆码没有看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MyBetix在底层一定做了这两个事情 就是把输入参数 封装进这个PrayStatement 在完成查询之后呢 又把这个查询结果从ResultSet 封装回我们的自己定义的 这个Student的对象 那理清楚上面的关系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TypePandle了 其实TypePandle了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设置参数 或者返回结果的时候 来进行它的封装 MyBetix呢 提供了很多 对这种各种抓到对象的 这个封装的实现 就是在这个TypePandle里面 那了解了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 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根本就没有做这个配置 那它依然可以完成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两个设置参数的封装 和返回结构的封装 那说明MyBetix呢 内部 我们无需配置啊 它默认的对于这些抓换的基本类型啊 都已经做好了它的封装了 那我们来看圆码 什么东西我们说都从圆码里可以找到知识 TypePandle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先 已经出来了 是个接口 这个接口提供了四个方法 看和我刚才说的就可以对应起来了 通过名字我们就能发现 SetParent设置参数 然后下面呢 这三个方法呢 都是GetResult 有一个ResultSet在里面 这个对应呢 其实就是我们JDBC里面 根据这个字段名来取值 这个是根据这个字段序列来取值 那这个呢 其实是就是调用存储过程了 也是取值 那通过这个接口我们就看到 它其实提供的就是一个接口 定一个标准 让大家来继承实现这个东西 那我们猜想它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我们买备的事情提供好了 这个内置的这个封装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看果然有很多很多 各种类型的 那想一下我们这个前面做的例子啊 我们Set这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用了个Lone 那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个Lone这个里面 看下它的实现类 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断点 然后呢 我们debug一下 看代码会不会进这里面来 下一步 看它果然是进到这里来了 这个代码就非常熟悉了吧 学过JDBC同学应该很 一看这个 就是一个设置这个 准备这个pare statement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结果 这里让它走过去 执行 这个就是 执行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Data handle Data type handle了 我们这要打了一个断点 这查询已经完成了 就是在封装回来的这个时候 Result set看到没有 那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呢 我们想一下 我们在现在返回的这个结果集 我们这个 我们返回的这个结果集 是不是一个student的对象 也是这个类 那这个类它要把它完成 完全封装起来 从Result set封装起来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类型 是Data类型 所以在封装这个属性的时候呢 必然 就走到了这个 Data type handle里面 所以说 在进去的时候 要通过这个type handle 封装参数的时候 就是说 查询进入的时候 封装参数的时候 要通过这个type handle 那查询结束之后呢 要封装回我们的返回集的时候呢 要通过这个type handle 只是根据我们的类型的不同 进入不同的type handle 这个就是type handle的作用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玩这个东西 怎么使用它的 我们先把这个程序跑完 啊 执行完成 打开我们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来自己搞一个type handle 我们这样一个定义都没有 我们来定义一个玩玩 type handle type handle会有什么呢 有个package 一个type handle package我们通过上节课讲的 应该大概能猜出什么意思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搞的type handle handle 这里啊 我告诉大家 应该是一个类的名字 就是让我们定义这个type handle的地方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直接定义一个type handle 还是先建一个包吧 那这里呢 我们新建一个 比如说 我们就叫 my test demo type handle 然后它会继承什么呢 我们讲 直接可以继承这个接口 但是呢 我们不用 因为这个接口下面还有一个 best type handle 给我们继承的 那是这个 我们继承它 把它的这个默认方法实现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抽象类 有些抽象方法 我们要把它先实现了 那这里的圆码呢 就不带大家看了 我们回到我们自定义这个type handle里面 我们来把它实现了 那这边一个范形 我们就用string来处理它吧 就是处理string 还是最常用的一种数据类型 在我们这里面 OK 这里还有一个错 这边被改掉 那我们对比看一下这个 data type handle 那data type handle呢 这个范形就是data 那我们现在这样写成string呢 其实就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自己定义这个 对string的这个处理的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type handle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自定义这个 data type handle了 给配上去 配到我们刚刚这个 控制着的地方 那当然把这个包名给烤过来 这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缩写啊 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给我写一下 这里都是土度返回None的 那当然不行 那我们这么写呢 我们想就是 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string type handle了 那我们就把string type handle的超过来吧 OK 四个方法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加一些log 最后一个呢 就不加了 因为我们肯定没有用到这个存储过程 加个一加个二区别一下吧 OK 这时候我们再把我们刚刚的程序呢 置信一遍 诶 出错了 一看到这个问题 又是非常清楚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还是要把它放在最上面 OK 程序执行结果出来了 并且呢 他有两次get 就是打了两次log 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啊 我们被 我们这个程序啊 被执行了 并且呢 跑了两次 那为什么跑两次呢 啊 我们想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封装回这个 他两次都是在这个 返回对象的时候 而不是设置参数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封装 你看 他有两个string类型 所以呢 执行了两次 那我们怎么使用这个type handle了 就是这么玩的 他可以定义type handle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type handle了 还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个 java type 还有个jdbc type 那我们猜一下 这能猜出他的意思来 对吧 java type 对应的就是我们java的 一些基本类型 那jdbc type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那个 数据库的字段 那我们讲这个 mobitis是一个映射框架 所以呢 他这边这两个属性呢 就是标示着我们这个type handle了 是在哪两种属性之间做转换的时候 所采用的一个handle了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felt 一个筛选 那为了更好的讲这两个属性呢 我们先回答一下 就是刚刚提出的前面三个问题 我们想一下我们这个type handle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使用到它呢 你看刚刚我们不需要配这个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达这个demo项目 不需要配这个东西 这项目依然跑得很好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到它呢 在上一项目中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呢 这是我给大家讲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 我们对应的定义的这个java病对象的这个类型啊 和我们这个数据库的类型啊 是不匹配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要运到它了 那这种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比如说我们可能对应的一些 揭露的一些老系统 比如说有些类啊 是需要通过myplace框架来做后续的开发了 那它之前的这些病对象呢都已经定义好了 那新的表呢也可能跟它匹配不上 这时候呢这个东西就发挥出威力来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数据库里有一个字段啊 它是比如说记录性别的 那这个性别呢可能是一个int类型 它只记录0和1 2分文表示呢男性女性或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抓傲病对象里面啊 定义这个属性是一个字符属性 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在它互相映射的时候呢 当我们传入似菌的时候呢 存到数据库里的时候是int值 但是当返回来封装成结果级的时候呢 要从int值呢封装回似菌 这时候我们的type handle了 这个就有用5字D了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试一下 我们呢在这个student的表里面啊 我们加一个这个性别这个字段 执行一下 刷新一下 看一下这个表 好性别这个字段被加进去了 并且它是int类型的 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 student这个印射的mapped这个bin里面 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性别这个属性给印射上去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用的属性是student属性 那这时候我们再执行一下 我们这个查询呢会不会出问题呢 执行没有问题 那我们想一下这个性别啊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会是什么结果呢 并且我们过去把这个数据库的值啊 给插一下 给插一下 当它是空的molens 我们把它的性别比如说插为2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 这时候它打印出来只是2 那么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它封装回来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student这个性别这个属性啊 打印出字符串出来 男性女性或者是未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type handle了 就有发挥它威力的时候了 那这里呢 我代码已经事先先准备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啊 就不带大家敲一遍 我把它拷过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呢 是这个type handle的这个类 我把它覆盖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映射配置文件啊 你要换一下 我们首先看这个type handle了 我们写了这个type handle了 设置参数的方法 因为设置这个方法 其实我们现在暂时不会用到 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它来做参数进行查询 那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假设我们用这个性别 这个字符串过来查询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设置参数的时候 跟它根据这个传过来值进行转换 比如说它如果传过来这个mail 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0插进去 因为数据库对应的是0 封装这个prepare statement的时候是0 如果是female呢就是1 否则的话就是2 代表unknown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完成返回值封装的时候呢 是利用到了这边的这个方法 就是封装它返回值的时候 也就是说封装成返回值的时候 它返回来的时候 比如说它返回来是0 这时候我们返回字不算的 就是male 如果是1呢就返回female 否则的话就返回unknown 现在我们是2 应该是返回unknown 我们来看这个印象文件 所以它写成这个draw type是string 然后呢 gdpc type是integer 因为我们的draw type是对应我们student表 那个属性呢是sq类型的 然后对应的数据库的这个字段呢 是int类型的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type handle呢 把这个draw type跟这个gdpc type定义成这样子 然后在它返回值上呢 这里的返回值我们用了result map 现在大家不明白 等我们讲完这个map映射之后呢 大家回来看这边就明白了 那现在只是要记得 就是说在这里啊 看懂这儿 就是它的这个 注意这个性别 这个属性的有个定义 就把这个给写上去 跟刚刚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返回封装这个result的时候呢 它就会只用这个 mydemo type handle 指向我们这个地方来 并用这个方法来封装我们的这个 返回值 那我们来试一下 一bug一下 看它进入了这个这个方法进行封装 那我们看一下 性别 取出来的只是二 那所以回到这儿了 反而underend出去 哇 这么牛的臭 我都出来 再跑一下 不管它 啊 所以这样的话 就把它这个封装值啊 给查出来了 那type handle呢 我们大概就讲了这儿 最后呢 我再补一些东西 就是说 前面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type handle啊 这个接口 它有很多的这个mybetis的默认实现 那关于这些实现 其实对应什么呢 它是一张表的 那我知道也不讲 也是查字点的事情 大家还是去看这个文档 都列的 好 那关于这个type handle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最后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吧 刚才在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自己写的这个type handle了 其实只用到了这个 它的封装返回值 对于它这个设置参数啊 其实没有用到 那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demo拿过去之后呢 写一个查询方法 查询学生 根据性别 然后呢 在这map里面定义一下 然后大家玩一下这个方法 并且呢 也是按照 我刚才说的这个 这当然是传一个string进去了 然后把我们这个 my demo啊 然后使用我们这个 自定的type handle呢 去完成这个参数的封装 好 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